大家好,我是美国洛杉矶陈晓芬医师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冠状病毒疫苗 在各国的科学家努力之下 大部分疫苗都进入最后的阶段 各国政府也开始准备新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计划 以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流感疫苗做标准 任何能取得50%以上防御能力的疫苗都算是成功的 最近传出好消息的几种新冠状病毒疫苗的效力都在50%以上 比一般的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效力更好 今天我们就先来介绍两种目前在美国已经施打的新冠状病毒疫苗给大家认识 第一是由美国和德国合作 Pfizer BioNTech研发的 这是一种mRNA核糖核酸疫苗 可以说算是很新的疫苗制造技术 它目前的效率有95% mRNA疫苗不含任何病毒成分 因此相对安全 副作用眼轻微能快速生产 但是因为mRNA十分脆弱 温度稍高就会失效 这个疫苗的运送跟储存都需要在零下摄氏70度 医疗机构必须拥有足够的设备来运送跟储存 才能使用这种疫苗 价钱大约就是在餐厅吃一份午餐 20元左右 第二是美国研发制造的Moderna 也是一种mRNA疫苗 目前的效率也是大约95% 优点和Pfizer类 但是对运输和储存的温度要求 条件比较容易 只要在室室零下20度即可 不过医疗机构仍然需要有足够的设备来保存 价格比较高 大约是餐厅吃一份晚餐的金额 38元左右 另外还有一种疫苗 就是英国公司Oxford研究制造的AstraZeneca 目前尚未得到批准 有可能将来会在美国发行 它是用传统制造疫苗的方法 也就是用腺病毒载体来制造的 有62%到90%的效率 运输跟储存的温度要求 大约是在摄氏2到8度 也就是一般家用冰箱的温度即可 只要用现在的季节流感疫苗的模式 就可以处理这种新冠状病毒疫苗 它的价格也最便宜 大约是一杯咖啡的价钱5元左右 前面说的这三种疫苗 都是设计成必须要打两次 中间间隔大约三周左右才能有效 下面我们来回答几个 许多人都有的疑问 问题一 流感疫苗和新冠状病毒疫苗 能不能只打一种 而有两种保护力 回答是 流感病毒和新冠状病毒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毒 一种疫苗 只能针对相应的病毒才有效 所以要预防流感病毒 就要打流感疫苗 要预防新冠状病毒 就要打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问题二 新冠状病毒疫苗的效率有95% 意思是当所有的人都打了疫苗之后 就有这么高的效率吗 回答是 95%的效率是实验阶段的结果 参与的人大都是健康的成年人 但是一旦开始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可能就会随着疫苗接种人的年龄 身体状况本身是否有其他疾病等因素 而影响到疫苗的效率 所以可能会跟实验阶段的结果有所不同 问题三 打新冠状病毒疫苗的效率能持续多久 回答是 接种新冠状病毒疫苗之后 应该会在体内发展出产生抗体的基转 这种基转至少可以维持三个月 也可能更久 这一部分是需要时间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 问题四 什么样的人哪些人需要先打疫苗 回答是 医护人员和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人员 在养老院居住以及工作的人员 65岁以上的人 有全身慢性疾病的病人 还有所有需要与公众接触的人 例如警察 消防人员以及老师等等 最后才是年轻的健康人士 问题五 已经是得过新冠状病毒的人 是否还需要再打新冠状病毒疫苗 回答是 是的 这些得过新冠状病毒的人 还是需要打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路加福音一章78到79节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藏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使用食器繁材 北平安或是 墨 nam温 北平安 这个 怎么也不能 原来 为什么 我们 他 不觉得 ift